我们是提到了婚宴 那接下来这场婚礼呢 也是吸引人眼球 不过呢不是什么好事 有一些地方的农村啊 办喜事呢 都喜欢请这个戏班子来为大家演出 最近呢 安徽苏州的一户村民家女儿 也请来了戏班子 却惊动了警方 喜事成了麻烦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是苏州市影条区阳楼村 一村民用手机拍摄的画面 随着劲爆的音乐 一名女子穿了一件内衣 就在舞台上搔手弄撕了起来 拧着台下一片躁动 这还不够 随后一名男子跑上舞台 与表演者进行互动 两人的动作尺度大到不堪入目 紧接着该名女子赤身裸体 在台上随着音乐扭动 台下尖叫声不绝于耳 到晚八点 苏州市阳庄台就所民警 接到举办后立即改往现场 将组织淫秽表演者控制住 当时转播结算 转门结算这个跳飞舞女 这个私底一个人 还有这个跳飞舞女本人两个人 第二天只会跳飞舞这个板子 这个板子 主动到门拍摄 突然坐手 据警方介绍 当天苏州市阳楼村 一村民女儿出嫁 市主为了热闹 邀请汪某的戏班子 进行歌舞表演 应市主要求 汪某联系到组织淫秽色情表演的 李某某 李某某联系到脱衣舞女 唐某某 两人前往市主家 进行了脱衣舞表演 表演现场有大量群众围观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无独有某 前两天在枝河乡王堂村 同样是一村民女儿出嫁 请来戏班班主 吴某进行淫秽表演 表演内容低俗不堪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脱衣舞女在进行淫秽表演的同时 警方已经进行了周密部署 当晚十一点 涉嫌组织淫秽表演的戏班班主 吴某被民警控制 据民警介绍 淫秽表演这一恶风恶俗 多发生在偏远地方 西班班主为了谋取利益 趁村民婚丧嫁娶之际 组织联系脱衣舞女 进行淫秽表演 碍坏了社会风气 宿州警官表示 将坚决打击这种不文明现象 这嫁女儿本来是件喜事 但是这样的表演 却让一场喜事更为 不知道这出嫁的女儿心里 是什么滋味